赵奶奶 预计最多半月 女子学堂就可完工 聘请先生仪式进行得如何 我们预计聘请十名先生 已经有四名先生回韩 同意应聘 其中有三位先生 听说是女子学堂 称此为开天辟地之大业 招生的情况如何 布告已经贴出去三天了 但是还是没人来报名 一个都没有 是不是我们的招生门槛太高了 按照少奶奶的吩咐 不拘地狱 不拘年龄 不拘家境 不拘婚否 凡是女子均可报名 这样的门槛非但不高 反而可以说是太低呀 是不是还有许多人不知道啊 我和二虎大人在京阳各地 都张贴了布告 可谓是人尽皆知 那是为什么呀 有些人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 还有的人说女子上学无用 只要嫁得好就行了 所以到现在还没人报名 走 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好 大伙过来看看 京阳第一所女子学堂 不限定 不限年龄 凡是女的均可以报名 行吗 报个名吧 报个名吧 我们女子学堂昭盛啊 只要是女子就是 我们不限定领 不限定领 不限年龄 不限家境 对 过来看看吧 我们不限年龄的啊 看一看 看一看 对对对 先看看 你们过来看看吧 报个名吧 小姑娘 来报个名吧 多认识两个字 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小呀 怎么不小呢 小姑娘 想不想写字 算数 想 那你来报个名 让先生教你 好 来 学费贵吗 学费贵吗 不贵 如果你家境困难 学费还能减免 报名吧 行 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不会 那你告诉他 让他帮你写 我叫殷昭帝 这么一块工分跑哪儿去了 走 跟娘回家 娘 走 这几天都是这样 就算有人心动 也会被别人给轰走 我还听说有人骂我们友商风化呢 甚至还有人威胁说要朝我们扔什么 破白菜帮子 少奶奶 要不这学堂咱就别办了 你看这银子也花了 还得挨骂 就是啊 你看我们现在 是又费钱又费力又 又不讨好 或者我们干脆就办一个普通的学堂得了 要是那样的话 估计大伙还挑大拇指夸你呢 对对对 这倒是个办法 让一下 让一下 你们在干嘛呢 清红 清红姐姐 我们在招生呢 招什么生啊 女子学堂招生 女子学堂 我能报名吗 你 怎么了 不行吗 当然行 只是 你现在这样 应该在家好好休养 妹妹 我告诉你啊 以前我在春风时里 那个万子姑娘 没我长得好看 身材没我好 唱的曲子也没我多 可是身价却比我高 为什么 她就是能写几个字 念几句诗 这可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哪 现在我有机会了 那我可不能放过 你说是不是 清红姐姐 你难道又要想回春风时里啊 你说什么 难道我现在在这里 就不能要个墙啊 我错了 可以 快点快点 妹妹 这个名不报定了 给我写上吧 行 这 写上吧 快点写啊 青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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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回去跟韩三春报告这个好消息 先走了 请你们吃 走了 终于有人报名了 终于有人报名了 没想到竟然是千红姐 你觉得 我们得换个法子 激励大家来报 什么法子 首先得让大家知道 女孩子读书认字的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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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副老乡亲们 诸位副老乡亲们 我们吴家东院招聘新人了啊 机会可不容错过 赶紧过来看看啊 乡亲们 来来来来来 不想招聘新人了啊 机会不容错过啊 吴家开心店 招聘掌柜 哇 年薪家分红 竟然一万两一字一 一万两一字一 没错 一万两一 看清楚啊 一万两啊 一万两啊 我听说吴家大赏会的 一年也才八千两羊子 我去我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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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清楚 这不仅要识文断字 还得懂得人情 还能赚出勘账 你行吗 你行吗 你行啊 你行啊 为什么不行啊 我可以啊 我可以啊 最重要的是啊 人家只招女掌柜 对 只招女的 看清楚啊 女的怎么能当掌柜呢 你别说 这吴家大少奶奶不就是女的吗 当朝太后还是女的吗 说的是 是 那这么说 我们几不是都没戏了 这 太可惜了 我一看看家里女人行不行啊 行女的也不能当掌柜的 一万两啊 可惜我家女人不识字 我那两个女儿 也什么都不会啊 早知道啊 早知道啊 我就应该让我妹妹去念书 现在念书还不晚啊 女子学堂马上就开学了 只需三年 三年就可学成 到时候去吴家应聘 当女掌柜 挣那一万两银子去 一万两银子去 一万两银子去 这真的假的 这上面可是都写着呢 御龙泉总店门口 就是报名处 就那儿就那儿 兄弟们 赶紧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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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子报名 还不够 这按照计划 第一期学生 最起码要有二十名 二 又不这样 明天我和小五哥 再去其他几个县城走走 把这范围扩大一些 对对对 小五 来 你帮我拟个名单 看看我们的掌柜 伙计 还有课商家中 有多少狮利女孩 多少报了名的 多少没有报名 没有报名的原因是什么 让我知道一下 好 喝药啊 我来吧 少奶奶 别忙 走走走 继续写 别忙 你看我这架里这么小这么破 我这没什么招待您的 躺着躺着 我来吧 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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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坐这儿 你别忙 来 谢了啊 秀阳 快倒水啊 哎 来 少奶奶 请用水 谢谢你 来 坐 秀阴多大了 快十岁了 十岁了 我们女子学堂招生的事情 你知道不 知道 你怎么不给秀阴来报个名啊 这 我们学堂 针对家境困难的女生 所有费用全免 所以这个啊 你不必有顾虑 少奶奶 不是我不想要她读书 可是 您看我家这条件 我这一天到黑啊 都在部场里忙 这小子要读书 我老婆身子又不好 长天躺在床上 所以这家务事啊 只能靠秀阴一个人操持啊 所以 谢谢少奶奶 要不这样 我每月 贴补你二两银子 你去请个人来照顾家里 你可愿意 让秀阴来念书 二两银子不够 那就三两 我 您都这么说了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好 好 不错啊 童老板 你这院子挺好 这都是拜夫人所赐 不然我童某怎么能 置办起这样的院子 以后你的院子 还会更大 那就有劳夫人 以后多多关照才是啊 就想想想肯定 我把一群人重开 你让我站在这里 一群人 比进去 咱们 一群人 你现在都会转到 也是很大的 一种香味 你尝尝 不错 对了 夫人 下半年能不能再 多批发点羊布给我 现在到处都在催货 厂子里也是加班加点 的确是忙不过来 夫人 我求求你了 我现在是供不应求啊 我再问问王世军吧 那太谢谢夫人了 对了 佟老板 我听说你家里有个女儿 已经九岁了 为什么不送她到 女子学堂来上学呢 上学 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的 接触的又是男先生 我佟志佑虽然只是个小老板 也丢不起那人呢 佟老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 照你这意思啊 我这一天从早忙到晚 每日接触之人也都是男人 那这惊阳城里 最丢人的人就该是我了 不 夫人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既然你这么看不起我 那我们也没有合作的逼儿 夫人 夫人 不 对不起 我错了 是我口不择言 我 你不是口不择言 你是心底狭隘 对对对 夫人责备的事 我一定好好反省自己 那你明天到女子学堂 给你女儿去报个名券 这 那你再也不用来拿货了 也别指望什么下半年 给你多批点羊布了 夫人 夫人 你放心 明日一早 我立刻就给小女报名券 这还差不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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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